嗨,我是海妈 从新手的角度 如何选择草莓的品种来栽种呢 如何把一个草莓栽了好多的果果 初次接触草莓栽种 就选择栽种红果锅的草莓 例如说红盐 是巧克力草莓 冰糖口味的张鸡 香野 挂果绿糕 结实绿糕 如果说你进阶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种这个黑草莓 黑珍珠 白草莓 白色恋人 雪兔 粉草莓 粉育一号 粉育二号 我们种草莓有厉害的话 又有小虾子比比 陈老师的草莓塔 还有勤酒义 都是种的重重叠叠的 都是草莓 我们也向他请教了 家庭养护草莓的方法 一般家庭养护草莓的话 建议用一个长条的花盆栽种 地栽一定要起笼地栽 准备了一个爱丽丝的长条盆 要把这个洞一定要漏出来 不要让它积水 然后用通用型的配方土进行摘种 草莓摘种的时候 稍微高一点点出来是可以的 我会刻意地朝着仰面 把花都种到这一面 到时候重重叠叠的果子 都在这里体现了 换完盆之后 水浇透 放在一个通风 光照好一点的地方 不要放在玻璃以内 这样的话很容易得白粉壁 在成都晚上的温度太低 可以稍微给它造一个膜 帮助它能够抵御夜间的寒冷 吹熟这个果实 如果是在完全封闭 且没有自然蜜蜂 受粉的这一个条件之下的话 那我们要进行人工受粉 选择这种粗开的花朵 假装这个笔头是一个蜜蜂 刷一刷你 刷一刷我 刷一刷它 就进行了受粉的工作 就是这么简单 之后想要果实贴得稳 贴得老 而且比较大 可以用安道麦的中量元素水溶肥料 有蛮多 想要它浅一点 做好的口感的话 可以根罐和拼叶 使用磷酸二清甲 如果是要在过程里面 发现它在长那个肘筋 就跟它掐来扔了 避免在肘筋上面 浪费宝贵的营养 当然想要爆盆 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 就是选择草莓苗 一代的草莓苗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草莓苗 结果性最好的草莓苗 像我妈妈 总是在我们的花园里面 去捡气生根 发出来的有一点虚根的 栽种到它的草莓田里面 每一年也结果 但是结果量比较新鲜栽种的 这个草莓 那是天壤之别式的 所以我们要用好的草莓 用好的方法 结果更多 跟家庭和娃娃一起 取回到很大的 收成的这种喜悦感 等到草莓成熟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在家里 举办一个草莓宴 关门海妈 陪你中方 拜拜